还有何璐岩的所有资料 一周 一天之内 我要他们全部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你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不如酒店也收保安的 你回不如酒店 其实是为了保住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别太猖狂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还说不是为了帮我 你少自有事 你还嘴 你炸我 那要怎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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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说的对 但 您身体金贵 一定要注意 牢义结合 听哪去了 他想干嘛 他这是要 江门王 齐总 我什么都没看见 又没真结账 先去什么 我帮齐总捡东西而已 原来齐总喜欢主动 帮他写些问题的 齐总 大楼信号出现了点问题 我已经在总机房 加强了整体信号 我明明在总机房里 设置了很多树里化机关 汪石的设定 不是最不善良解决这些吗 想起来 为了帮助麒麟 汪石能处有机器 汪作感还真是 博学多才 忽如心切 没什么事的话 何经理 工作时间 不要打扰客人用餐 齐总 他是 这位是我们生药酒店的老板 这位客人 何经理是我们客房部经理 用餐的事情 您可以找服务员 小何姐姐 你们老板 这么闲吗 年轻人 有胆色啊 你来圣药干什么 不干什么呀 来圣药做客 就给我安分一点 做客 你把我当客人 那你让那个小姐姐 给我泡杯茶吧 你最好离她远点 你确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 老子应该快到了吧 何经理对不起 有人趁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 扇窗顶楼了 他现在来这不走了 是你啊 这顶楼套房果然豪华 吃水果吗 你怎么还不走 你不说都满房了吗 我看这也没人 这里交给我 你先去见个老头 好 想住生药的顶楼套房 得提前摇号 这是规矩 这不也空着吗 我出三倍价格 三倍 三折你都出不起 请你赶紧 要我走可以啊 但你得陪我喝一杯 姐姐听我的 我就也听姐姐的 姐 在哪儿 在 在忙 在忙 我再问你一次 你在哪儿 姐姐 姐姐 你别拽我 你的小屁孩 来 你过来 你打扰我工作啊 还学霸子那套烂州 干谁觉得 奇连 奇连救我 叫奇董大名 你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你住手 今天我替你爸妈好好教教你 何路言 何路言 你冷定点 你打我 奇连他打我 重电都换成最高贵最柔软的南极天盲 沙发内心 八天就关店 企业都没登 小心 岐总 何经理 你们没事吧 我居然无法推开他 这俩人 果然有心 这女人 他们 竟该死的天 救命 到底是谁规定的八点锡灯 是何经理强吻奇总 不对 是奇总搂着何经理不放 我听说 沙发都撕烂了 你们也太夸张了 我当时就在现场 何经理 快走 顶楼客人找您 哦 好 我这就上去 老头可算来了 客人 您找我 来了 你该不会就是顶楼的客人吧 给我来一杯 跟他一样的吧 别闹了 九叔 九 叔 雷奥纳多 记下温斯顿 对奇林 严厉苛刻的 九叔叔 我当时只是 随手给奇林 写了个叔叔 也没写年龄 谁能想到 救命啊 奇总 这是何经理让我给你的 这是 放心我检查过了 他在三米以外 奇总 关于跟玉石的合作 我有些想法 奇总 毕竟年纪尚轻 生药的合作对象 还需要谨慎挑选 这碰到喜欢的 就必须拿出点诚意来 让他看到你掏心掏肺的一面 要用真心才可以啊 奇总 别再往前了 离合经理只有两点五米 奇林 两米 一点七米 奇总 奇总 您真的要跟玉石集团合作吗 或许 我该主动一点 啊 两米 何 两米 谁走 可以试试 齐总 我要是说 您误会了 您信吗 还在跟我演戏 不是齐总 您真误会了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说你没动了 说 我 你接近我 是想留在酒店偷资料 你在意我 是想利用我 欺骗我 你对我的崇拜 从头到尾都是演戏 对不对 回答我 齐总 抓到了 怎么回事 小李 对 客房部小李 他是湘海集团派来的卧底 今天假装来中化矿 其实偷偷调换了合同 之前还发信息陷害核经理 我对不起 纪总 我马上带您去处理 嗨 没事 最近流行战组的 走了 合露言故意伤害纪总 意图阻止声咬和御师合作 事关重大 必须彻查 跟我玩东下黑 喂 泡框都换好了 哦对 齐总 所以你是岚 这个队伍也好 待会儿给三楼有威病的客人送去 好的 为了替合爸总身份 我好像给齐林也写了威病 厨师长 这个我也要一份 好嘞 是 是 《邦勇Podsraft》 何 吉总 小李怎么处置 让他休事 是 我马上去报警 秦琳 你不过去仗着有几分家庭 在这里药物扬威 我告诉你 就算今天我被抓了 凭着草包这破摄的酒店 也开不长久 竟敢促着我的生腰 可别打起来 他护住了我的尊严 小石哥 秋露 来帮我伤一下药 木娃 你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呀 还不是今天为了抓那个小李 撞到了柜子 疼吗 不疼 这个小李居然敢趁我不在 伤害齐总 还好何经理拼命过来护住了他 轻点 好 何经理对齐总真是太好了 太感人了 小石哥身材真好 清白 抱歉 抱歉 不走 这种窃取商业机密的事 我确实做不来 之后一定会想其他办法帮你的 何路言 你觉得何经理会喜欢哪个 你觉得何经理会喜欢哪个 但这送支票会不会太俗气啊 何同的是我那么误会他 他肯定很生气 万一他现在又觉得我在拿钱侮辱他 他更生气了怎么办 我觉得何经理喜欢这种侮辱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他这两天在干什么 怎么没来泡茶 听说是在学习 学习 一个优秀的卧底 除了搞那些有的没的 必须掌握充足的专业知识 ADR已受客房平均房价 酒店行业的关键技巧指标是 一直某天内 以受房间所专取的平均数 ADR 酒廊的一切用品都有非常严格的使用标准 不同高度深度厚度宽度的酒杯 对应不同的用法 懂了吗 懂了 齐总 这些照片您都看了一个多小时 放下缩小两百多遍了 你懂什么 我在看他的工作状态 能留给他放假了 何经理怎么还这么努力 我理解他 嗯 合同的事我那么对他 他生气不来找我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他又实在放不下我 只能偷偷努力 想在将来的某一天 惊艳我 联系老翟 把我上学时用的笔记本送我来 您早就要 齐总 您这是给他一个惊喜 快去啊 是 有事吗 听说你最近在钻研酒店管理 碰巧 今天全酒店最专业的人有空 所以呢 上次合同的事 是我误会你了 没关系啊 作为补偿 我答应当你的私人导师 感激的话就不用说了 提升你的能力 对圣药的发展也有帮助 就你能叫我什么 一周后 我要看到你的酒店优化管理方案 算尽绩效考核 有病吧 每通过一条 工资翻一倍 齐总 请自降 先从一些基础的纠错说起 你这笔记上把酒店餐厅的特点 一笔带过 明显就没有在餐饮部门 轮过岗 西餐厅的员工 每天早上五点就要上班 十点休息片刻 就要准备午餐 节奏很快 每逢节假日 餐厅还有举办特色活动 提升人气 你作为经理 要培养员工们 营造氛围的创意能力 吃中餐的客人 大多都比较挑剔或者好奇 所以在这儿的服务人员 必须要足够了解 菜品的专业知识 别乱想 学习而已 好吃吗 嗯 什么肉 猪肉 哪个部位 猪颈肉 应该是先腌渍过的 很好 所以这头猪多大了 这个肺炎 在室内 坐下 你的床 这不太好吧 坐下 你 坐下 坐下 你的床 这不太好吧 脫了 我让你把鞋脱了 躺下 啊 我们 在这 啊 啊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灯光的亮度也要随之调整 这是秦宁吗 我写的明明是个纹扣二代啊 还有 床垫换写的规格 我知道 每个月翻转一次 每季度换新一次 还可以吗 怎么突然觉得他有点帅 没错 今天我教你的 你再消化一下 何鲁颜 不要盯着我想如飞飞 什么想如飞飞啊 我 我是在思考 还有件重要的事情 这 这是我能看的吗 你的话 可以 看完了吗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问我 从报表上看 公司之前 一直面临着财务亏损的问题 我写的《圣耀酒店》 确实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难道 真的要倒了 那何经理有什么建议吗 他能给我看这个 确实是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可是 我要离开这个小说世界 得蹲酒店倒了才行 开会的时候 发什么胆 齐总 或许 可以尝试一下直播 直播 通过优化酒店内部 提升酒店收入 固然是长久之际 可是恐怕很难在短期内 吸引到更广阔的资金池 如果齐总愿意 亲自进行自媒体宣传 或许 可以在短期内达到 聚变式曝光 吸引风头 过于高调 恐怕会引起 不轨之人的注意 特殊时期 特殊策略 书里 不一定都有答案啊 以麒麟的资质 一定能为圣耀 带一波流量 可是它的争议体质 也确实容易吸引 负面黑字 我这一手 只能说是高收益 最高风险 看你葬坏了 看来答案确实不在书里 亲爱的 我最喜欢你了 不 我更喜欢你 我最最最喜欢 我更更更喜欢 我最最最最最 什么晚了 喝咖啡呀 随时等待其总召唤 让自己精神精神 那你刚刚 是在和女朋友聊天 不是 不是女朋友 还是没有女朋友呀 我们俩就吃点东西 好啊 开灯啊 不能开 为什么 这是我的酒店 我亲爱的齐总 您是不是差点就忘了 咱们在江湖上 还传着绯闻呢 要是被人发现 孤男寡女 大半夜在这儿待着 不就更洗不清了 你很想和我撇清关系吗 传绯闻 对我来说 当然不重要了 我是怕影响您 和盛耀酒店的声音 嗯 这种事 不需要你担心 哦 碰鱼院 嗯哼 吃吗 这有什么吃的 小点声 别把保安找来了 哦 小时 嗯 秋露 他们来干什么 孤男寡女 深更半夜 你那个是什么味道了 我尝尝 呃 你 嗯 一般呀 你尝尝我的呗 小时 有点东西 倒影我眼底的 是你瞳孔颜色 不想多 气息交换 着 沉溺着景色 你皮肤的温落 想看情故事 没有 再等他们 没出现所捉迷着短落 那个 你今天 为什么要叫我 这么多东西啊 为了 发现 我身影在 给你机会 当我 望向你 请你回忆我 目光 小时哥 睡了吗 咳 好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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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想了何鲁言 他只是为了让你进步 而且万一被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只会比那个小脸死得更惨 那个你今天为什么要教我这么多东西 为了给你机会 进步 好 当然是为了让你喜欢我 齐总 齐总 有事吗 是您叫我来的 我有要紧事问你 你谈过恋爱吗 齐总 我从温斯顿学员毕业以后 就一直跟在您身边 当然没谈过 不应该啊 但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实不相伴 鲜下的时间都在研究当代男女恋爱心理学 这是我这些年看的电视剧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之所以不谈恋爱 是因为军师从不上战场 听着还算靠谱 其次有什么事可以放心地交给我 是这样 我 我有一个朋友 同 我这个朋友 认识了一个女人 起初听说这个女人暗恋自己 就没怎么在意 可相处了一阵以后 发现这个女人还挺可爱的 跟我 跟我这个朋友以前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 这个女人 成功引起了您的 这个朋友的注意 算是吧 前阵子 我这个朋友不小心误会了这个女人 之后 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于是找了各种方法弥补她 本来以为只是愧疚而已 但没想到她却 却想继续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的 这剧情我熟啊 机总您 这位朋友 是知若爱荷了 心动却不自知 您看看这几部参考剧就懂了 这里面都有 当然 我不干 又不是我心动 我只是替我这个朋友问问 这种情况 她该怎么办 其实追女神无非提供三感 怎么一听说是直播 我还有点兴奋呢 是啊 我帮你准备准备 走 作为天心 那就是在她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送上拥抱 在她感到疲惫的时候送上热水 累了 喝点茶 嗯 故意否则我偷拦 不累 我就是试试这个椅子舒不舒服 毕竟之后直播要用 齐总 我先去忙 这是 请你吃顿饭而已 帮女生拨虾 浪浪贴心 我拨虾不太熟练 没关系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来吧 您先吃 你不吃吗 陷阱 一定又是陷阱 我喜欢薄霞 我天生爱薄霞 没想到她有这种爱好 那我努力配合她 应该很贴心吧 那你把这盘也拨了 齐八匹 居然让杰午休时间来拨虾 好的好的 嗯 行 可以 齐总 阿布扎比的徐总找您 最后是安全感 您要跟所有可能引起对方误会的人和 保持距离 男人 最主要的就是 自爱 自重 齐总 您找我 帮我把电话拿来 好嘞 在哪 齐八匹 已经到不找手的程度了 唉 唉 好的 她肯定沦下了 齐总 顶楼的客人到了 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块去 今天的客人很重要 听说她是做投资 你想让她投资盛药 未来 双声超高的女强人 在原剧情里 齐林对她一见钟情 然后疯狂追求 荒废了誓言 我只要怂恿 齐林爱上她 就可以加速 胜要倒闭 二小姐 大小姐又给您安排了十位相亲对象 全部推掉 这次的理由是 我是不会结婚的 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人配得上我 进 卫总 这位是我们生药酒店的创始人 齐总 卫总 救命 这两人见面的画风 怎么跟我一三公不一样啊 何经理 你怎么在外面 哦 卫总说 要跟齐总单独沟通 哦 小时 嗯 问你问题 嗯 你问 你 谈过恋爱吗 圣药酒店 知名恋爱心理学专家 那你觉得 如果一个女人 第一次见面 就紧紧地握住了一个男人的手 然后眼神还直勾勾 笑眯眯地盯着 是为什么 听着像是猎手见到了猎舞 偶像剧里基本就一见钟情了 一见钟情 嗯 我又没又撒到大女主 怎么突然看上麒麟了 嗯 哎 等会儿 蔚蓝的CP线 好像不是这样 嗯 魏总 魏总 齐总 听说 泳池的景观不错 我和麒麟一起上去看看 都已经直接叫麒麟了 齐总您在搞什么 说好的安全感呢 我只是想跟他聊入股酒店而已 谁知道他要去泳池口罩 那也不能答应啊 那就麻烦何经理帮我们准备点香槟了 好的 那就麻烦何经理帮我准备点香槟了 哎 何经理 哎呀 惨了惨了 我喝的CP不会要B了吧 怎么样了 齐总和客人单独在里面 也不知道到哪一步了 哎 何经理呢 他去准备香槟了 他肯定是吃醋生气了 他生什么气啊 何经理长得好看 身材又好 还会怕一个女客人吗 怎么了 没事 我看看 你别看 哎 我看看 哎呀 你别看 我不让你看 我看看 别看 别看 你们在 何经理 何经理 你怎么来了 啊 游泳我容易着凉 齐总胃不好 我给他送点红糖炒核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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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不错 水质不错 水温也合适 不下去游凉去啊 我胃不好 不能着凉 不如我们先聊聊酒店 我们先聊聊酒店的事 胃不好啊 我这次回来的时候 正好带了些珍惜的名贵药材 专制为病 晚点来我房间拿给你 嗯 何经理 不是让你帮我们准备点香槟吗 这是什么 这是 嗯 没什么 刚才你不是说 想跟我聊聊酒店的事情吗 我对圣药酒店一直有关注 我们聊一下 我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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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遗忘 早刻下你模样 回过山石火星 糟了 若提百分百迷人的设定 该不会碰到也算吧 可不可以拥抱你的过往 什么 什么呢 红糖炒河都往哪儿了 请你回忆我目光 嗯 怎么了 红糖炒河都往哪儿了 何经理 何经理 嗯 糊了 哦 要不 我给你换一锅重新炒炒 不用 顶楼客人 可是点名要吃您做的这个 你就给他糊的 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 把我盛出来吧 啊 哼 没想到 麒麟放着最顶尖最名贵的东西不要 偏偏喜欢他 跟人口味罢了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产生兴趣 嗯 只要他愿意 我马上就可以出自入股他的酒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魏总 这么直接的吗 我这个人 无论在商场情场 都喜欢公平竞争 对了 温兰的设定是最终一定会遇到百分百好男人 麒麟肯定算不上 在我看来 麒麟可以算得上是百分百的好男人 可惜 您未必是他的财 场面话都不会说的 我这个人 无论在商场情场 也都喜欢公平竞争 你说魏总怎么还不下来 该不会要去房 继续折腾何经理吧 何经理一看就不是魏总的对手 这样 如果一会儿何经理求救 咱们立刻去找齐总 好 给你的雪深面膜剂的冷藏 开封后马上用 不然虎心就没了 知道了 谢谢魏总 我还是喜欢你说话不客气的样子 好啊 那你以后想住顶楼套房 自己要 好好对麒麟 我可没说我彻底放弃了 我没有 没有 刚才还为了他跟我争锋吃醋 说要公平竞争 怎么 我一走 你就怂了 我刚刚那是 那是 可能是床上的吃醋 眼光不错嘛 我说酒店 当然 不止酒店 走了 魏总慢走 魏总慢走 不是说了可以休半天假吗 崴晓了可以 我去迎接客人了 先走了 他咋 他咋 害羞 牵手一下现在怎么回事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跟谁打电话 和陆岩 怎么能 世界停止 到一幕眼底的 夜会马上开始了 还在门厕室吗 是 是家里有点急事 不好意思 其中 下次一定注意 小心 我无法依靠 喜欢将我 在你身上 我不可以 拥抱你的过往 又在 吃得好 喝得好 还算没有良心 炎炎 要是你们在身边就好 唯有星空守护着我们的秘密 齐总 这封信的意思是 你去他的房间 找找其他信件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 是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明白 你竟然敢背着我私藏情书 小师傅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我自己才不会喜欢骑走呢 我经历 我经历 你回来了 我经历 你回来了 小时哥 这么巧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的宿舍 不是不是 你别误会 是齐总他 他听说你们屋里有蟑螂 让我来帮忙看一下 你不信待会可以问他 齐总 我门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知道 糟了 我竟然在小时哥面前素颜 和经理收碰花怎么办 扔了吧 好的 花挺新鲜的 齐总 可是这花已经过了八个小时了 我的设定里 麒麟不是最挑递这些吗 红花寓意不错 那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下班 现在 今天顶楼没客人 我深浅地调休 想去买点东西 昨天的事 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昨天 齐总的决策很一鸣 埃克斯先生和陆灵新小姐的订婚宴 又成功帮酒店吸引到了一大笔订单 我说的不是这个 绯闻的事情 我也让公关部尽快澄清了 相信很快就能控制得住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谁允许你调休了 把地给我拖两遍 为什么 何路言 我讨厌别人对我撒谎 又一封 完了 又被发现了 怎么办 布鲁斯都写了什么 何经理 我们给你写的信 收到了吗 怎么还不回 是在忙着跟麒麟恋爱吗 我跟埃克斯 准备在家乡办婚礼 真希望你也在我们身边 只能写信寄托的思念 希望你和麒麟也快些哦 何经理 今晚我就要和清星 回X623了 真的很谢谢 应该的 我会联系你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还好身份没有暴露 还好不知情书 齐总 这是陆灵芯小姐 他们给我写的信 有什么问题吗 盛耀酒店 禁止员工和客户私连 注意保持距离 你不是要下班吗 还不走 你不是要我拖地吗 不用拖了 怎么不是布鲁斯的信 我已经黑进了圣药的资料库 查询到传闻中L先生的中文名叫吕文奇 不过他们也没有照片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同名的人 用真实证件入住圣药 就能引起麒麟的注意 这件事你去办吧 好 那何璐岩那边 行别让他知道 小融资 那我就给你送粉大了 吕文奇 对 听着你说 你很会演戏啊 还行吧 从小就热爱表演 这次 我希望你演一个神秘投资人 哦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份是 投资人 L L 怎么演 随便演 反正 也没人见过他长什么样子 吕文光调室 吕文光调室 吕总 麦克风音量测试 一二三 三二一 中控 检查一下机位 吕总脸上有根睫毛 化教室 哎 来了 何经理 帮我处理一下 快点 直播要开始了 冷静点 何路言 他就是个纸片人 你紧张是吗 吕文光调室 吕文光调室 机位都已经测试完毕 台本的说好了也由您自由发挥 请 声要账号第一次直播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盛耀酒店创始人麒麟 很高兴能借助这个机会 让大家更多地了解盛耀 过去 盛耀总是有很多标签 但现在 我和我的团队正致力于打造 更有温度的盛耀 它怎么跟我写的麒麟 越来越不一样 用心发掘每位客人的个性化需求 提供独家定制的入住服务 欢迎大家入住我们盛耀 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盛耀客房部何经理 嗨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何经理将会为大家不定期直播 分享我们盛耀的日常 这火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 对 谢谢大家多多关注哦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们酒店的前台区 好 何经理 嗨 好 工作哦 这里就是我们摄像的冷餐区 小龙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这就是我们的厨师长 哎 这一个是我们跟玉石集团合作的新品蛋糕 何经理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尝 好呀 嗯 欢迎大家来盛耀品尝哦 调酒是迈克 大家好 你要一起玩吗 好啊 哇 哈喽 他开了不 ok 一二三 他开了不 哈喽大家好 这里呢 就是我们摄像的小花园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浇水 啊 对不起何经理 我去帮你处理一下 哎 哎哎就 哎 哎哎 哎 你心呢 嗯 下次小心一點 嗯 這個畫面可太美好了 何經理哦對了頂樓客人到了 比預計時間提前了兩個小時啊 嘶 先生您好是那位女士給您點的酒 他想要您共飲一杯 不必了 先生 久等 先生 我是您的专属客房经理 何鲁言 我入住酒店的事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 这就带您上顶了 不用了 客房服务全部取消 这客人什么来头 不是我想的角色 最近投资界的传奇 神秘独立投资人艾奥 再次创下业绩神话 艾奥颇为低调 所有信息也都进行了加密处理 但已经荣应行业风向标志称的他 下一次投资目光将会看向何处 您觉得他会看好哪个领域 我又不懂投资 哪知道他看好什么呀 您看着不常运动啊 没时间 圣药酒店 有专门聘请的专业营养师 会帮VIP量身定制检浆材 您要吃过 我爱吃 吕先生 有任何口味上的偏好都可以告知 酒店会进行方案上的调整 你知道我是谁啊 感谢吕文奇先生 入住圣药酒店 又或许 该叫你 L先生 齐总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吕先生说笑了 圣药酒店 有着缜密的客户资料库 知道L先生叫吕文奇 并不难 或许只是重明罢了 但能入住圣药顶楼的吕文奇 我相信 不会只是巧合 这里就是我们适合的游泳池 今天在 新的泳池还没有对外开放 今天呢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吕先生 吕先生有任何需求 尽管吩咐就好 好 你刚才反应不是挺快的吗 当然了 我一看那客人就气得不烦 他是投资人 我就问问 知道客人什么身份 我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们 要不 你先服务服务我 我今天运动了一天 浑身酸透 我 我 我 给你按摩 这 不太合适吧 想什么呢 我让你去帮我浇小时 哦 等会儿 明天晚上的时间流出来 明天晚上 干什么 明晚你就知道了 和主播 明天晚上的时间流出来 明天晚上 干什么 明晚你就知道了 和主播 你看这条 齐总看 合金里的眼神 不清白 他们俩有问题 群众的眼睛 果然是雪亮的 不过我跟你说 齐总他呀 在准备一件事 你刚刚说 齐总在准备什么 哎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 接着看 我给你带 是 你带着看 是这样帅 还是这样帅 这样吧 你迟到了 刚刚去送宇先生了 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何鲁言 这段时间你忙直播和顶楼客人的事情 辛苦你了 所以我决定 想奖赏你一下 我们放松一下 打吃一顿 好饿呀 先从哪个开始吃起呢 他一定很爱吃吧 自己不吃又在考察 我最爱吃的蟹肉配温前淡 你尝尝 看起来很新鲜 看起来很新鲜嘛 今天除了是跟我有仇吗 做这么鲜 完全破坏了食材的口感 那这个 那这个呢 看这蟹肉 是草原上从小吃干着菠萝 听音乐长大的牛 这头牛差不多一岁了 没错 你尝尝 怎么样 这肉怎么比路边的口串还硬啊 不行 我今天必须去找厨师长谈谈 何经理 齐总今天做的菜怎么样 他可是忙活了一下午 小时 你别说 我刚刚吃着嘴里突然泛起了一阵回甘 鱼味悠长 我再仔细尝尝 不用吃了 好嘞 那我们聊聊天 准备好了 何路言 我知道这段时间 你为生药付出了很多 我们也变得越来越有默契 我也明白了 你对我的心意 既然你对我有情 我也要表达 我的诚意 接下来 不要把我的股权分你一半 我们一起打 全新的生药 你确定 要跟一个想打倒生药的人 分不分吗 盛药的财报 你之前也看过 以前盛药确实亏损严重 但好在你的出现 酒店转亏为盈 你功不可没 你这是在提醒我 我的卧底行动多失败吗 何路言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经理 为酒店付出 那是应该的 甚要能有今天 大家都功不可 七总 七总 我不能接受这份合同 好 我明白了 我应该解释清楚了吧 阿隽这么爱我 爱到 不求回报 何经理 嗯 洗白皮现在干嘛 要不休息会儿去看他 何经理 客人到了 好 欢迎光临晟药 小心台阶 珍珍 又忘了 这两人是 对不起廷军 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爱呀 又出现了我不认识的客人 想说怎么越来越时空 不管了 先招待吧 雪松的味道 你不是最喜欢了吗 来 把这条裙子换上 又是白色 我今天想穿红色 我说了白色最沉腻 换好衣服过来吃蛋糕 今天什么日子啊 还要吃蛋糕庆祝 我说过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以后每年的今天 我们都要一起庆祝 去吧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需要帮您跟他 需要帮您跟他 约时间谈一谈吗 他还在顶楼 哦 何经理也在 先让霍庭军休息吧 齐总 您是躲着何经理吗 我为什么要躲着他 因为昨天何经理 你去觉得您的好姻缘 因为齐总您身命大义 明白何经理 现在想以事业为重 所以给他空间 没错 我也很忙的 我得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嗯 汪组长 齐总什么时候出去 我有点事 能帮我引开他吗 偷偷进我办公室干什么 我 我 我说过 你有任何想要的 直接开口就行 醒来吧 他怎么了 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想找什么 顶楼客人 霍庭军的资料 霍庭军 你想要盛要股东的资料 嗯 拿什么工坏 啊 拿 这 想什么呢 我说你脸上有东西 先牵着 哦 怎么了 啊 哦 没什么 你 霍庭军 齐总 齐总冷静 一旦揭发这件事情 可能会引起霍先生 对酒店的不满 他可是生药的股东啊 得救了霍庭军 你和生药就多麻烦了 我许愿吧 嗯 希望平均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不对 应该是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嗯 好 希望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 乖 出了这吧 霍庭军 霍庭 来人 没事的 平均 不就烫一下吗 如果不允许你受一点伤 霍先生 白小姐 出什么事了 你们酒店的安全锁是怎么做的 立刻治好他的手 不准留下任何罢罕否则 让你们整个酒店陪葬听到了吗 听到了 马上就处理 我看看 这点烧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没事的 丁居 我说过 一定要小心 小心 为什么这些不肯听我说的话呢 啊 不怕 不怕 有我在 一切都有啊 赶紧处理 好的 马上 真的要这么做吗 请他过来吧 霍先生这次入住酒店 就是为了考察盛耀 万一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或是极端很有可能舍赐 我知道 霍庭君曾经有过一个初恋 叫白珍珍 三年前 白珍珍意外车祸去世 霍庭君因此消沉了下去 直到有个女孩出现 外科整形医生霍庭君 把她整成了跟白珍珍一个模样 并让她按照白珍珍的方式活着 这件事情 我不能修守旁观 好了 谢谢 应该的 嗯 这款蛋糕是我们盛耀跟玉士合作的限定新品 原本只限在盛耀品尝 但因为二位身份特殊 如果二位喜欢的话 不需要 出去吧 蛋糕很好 但是平均和我平常不怎么吃甜的 谢谢何经理的好意 没关系 进 霍先生 齐总让我来邀约你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齐总已经在总裁办等您了 老家 乖 等我回来 啊 你 何经理 你这是 白小姐请放心 我没有恶意 但有一件事 我和齐总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告诉你 你先看看这个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啊 是我诗意前何庭君拍的吗 你果然不知道他的存在 照片上的人 不是你 是霍庭君的青梅竹马 也是他的初恋 白真真 就连生活中的每个细节 他都要你完美服务 走路 要食指相扣 只让你穿白色的裙子 今天 是他的时候 你对吧 他一直在骗我 是他趁我失忆 让我从头到尾 变成一个替身 一个笑话 白小姐 所以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齐总的建议 我会提交评估部门 但是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 没什么其他事 我就先回去 接下来还有几项改革 既然霍氏集团有诚意 继续合作 不妨听听看 还是发我邮箱吧 白小姐已离开 那既然这样 就不打扰霍先生 和霍太太了 酒不送 慢走不送 万一霍总发现 是我们揭发了他 会不会一生气 就从圣药撤刺了呀 放心 白珍珍会假装 自己身体不舒服 去一趟医院 然后就说自己 恢复记忆了 再跟霍婷君体分手 总之 怪不得圣药头上 还是何经理想得周到 是齐总安排的 虽然白珍珍 已经喜欢上霍婷君了 但这段感情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谎言 她有权知道真相 然后 自己做出选择 没想到 习总的三观 这么正啊 好啦 顶楼的事情 可以收工了 我去订一下 明天的菜单 再点休息 嗯 好 珍珍 珍珍 我身体不舒服 去趟医院 黄先生 布罗酒店想跟您谈一笔合作 滚 关于白珍珍小姐离开的真相 我给您发了条录音 你听完再回答也不迟 我给您了 照片上的人 不是你 是火定君的青梅珠吗 也是她的初恋 白珍珍 古总 您猜的没错 幸好这次我们亲自能生 既然这样 我们可以开始下一步 和经理 秋夫你来的正好 我这肩膀三次 出大事了 现在有人在网上说咱们酒店冷链有问题 舆论都已经炸锅了 什么 不能啊 这样你赶紧去联系公关部 把这个消息撤下来 好 这样的合作成一组吗 喂 里面还有人呢 喂 有没有人呢 喂 znaj 冷链的湿热都越来越高了 还有人发出了盛味酒店 这两个季度的收入情况 查评才出了半短 丑闻就已经顾天盖地 看来是有悲耳闪 秋露的通知了公关部 已经再车ø搜了 股东那边 让您尽快给他们回电话 何路言呢 听保安苹去冷酷了 冷酷 好像霍康军 也跟着去了冷酷 齐总 何路言 不要睡 再坚持一下 何路言 不及我 坚持住 他跟小说里的麒麟 一点都不一样 我 好像已经喜欢上他了 你小啊 烧好像退了 我让秋露热点粥给你送上来 那个 昨天 齐总 股东们都到了 知道了 你刚退烧 多休息 股东们怎么来了 你就别操心了 说吧 我早就说过 顶楼的那个客人要小心服务 怎么还敢得罪霍氏集团 我准备撤私 及时止损 眼下只要霍氏集团还愿意继续投资的话 那么盛耀还能再撑一撑 要我说 盛耀就应该把那个经理开了 让他去跟霍总下跪道歉 他不会去道歉 他帮受骗的客人认清现实 有问题吗 齐总 现在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 我们看在温斯顿家族的面上 才给他酒店启动资金 这个时候 你不能一起用事 齐总 你跟这个盒经理的绯闻 我们也是有所耳闻 但是现在是 盛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牺牲掉一个盒经理 保全我们所有人 才是你这个做老板的 应该做的事情 对 对 就是 我们要赚钱 怎么股东的钱不是钱吗 不能严征的 打数的票 也不能我们来承担 是啊 我们的钱 我绝对不会为了所谓多数人的利益 牺牲无辜的人 这 这怎么 好 既然我们的提议你不听 那你要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们只能撤资 对 及时之损 那肯定要撤资呀 这还想什么呢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喂 您好 这什么事啊 是的 是的 您今晚可以正常办理入住 我已经根本不理 后市集团撤资 就是 放心吧 这不会影响我们圣耀后续的发展 好的好的 再见 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必须负责 客人您放心 冷链的事情都是误会 圣耀已经发布声明澄清了 您先在那边等一下吧 不好意思啊 行行行行 走吧 走吧 护士集团撤资了 开股东大会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 对决定不会有影响吗 放心吧 齐总都已经解决了 解决 怎么解决的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我这边事儿挺多的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齐总特地交代 要你好好休息 可是 客房服务的事都不用你操下来 走吧 走吧 可是我 秋露 还是没有吗 要是在往年 齐总的生日中 一定会收到各大品牌和商会的礼物 仓库都不够放的 现在这个情况 齐总也没心情过生日了吧 齐林的生日 里面在忙什么 何 何经理 没什么 何经理 齐总吩咐过了 谁都不能进 我都不能进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齐总到底在忙些什么 是不是股东大会出了什么事儿 何经理放心 股东大会的事已经起绝了 这些是温斯顿集团派来的人 在忙年审的事儿而已 没再骗我吧 那你把这个给他 期待 吕先生的活 张总 张总 我给您发的邮件 你收到了吗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 齐总 这是何经理给您的 这是什么 他说使用说明发给您了 他说明发给您了 齐总生日快乐 送你三张心愿开 上天入地 只要你想 小天使都会帮您实现 最终解释权归和路言所有 徐会长 小琪啊 不是我不帮您 但现在护士全面施压 行业内没有人敢出手 我知道了 没关系 休息 这么说 一事儿 把航空选的 我就不知道 总之 由于我们提取 也准备 去 等下 周杰 怎么还不找我 尊敬的寿星您好 温馨提示 第一张心愿卡 今天到期 请尽快使用 上来 请尽快使用 收心 来了 你心愿呢 我没有心愿 我饿了 你不会一天没吃饭了吧 我想吃泡面 没问题 假的 何经理在里面 那我们都走吧 齐总最近压力大 两天都没睡觉了 饭也没吃多少 那你照顾齐总一天 不会也什么都没吃吧 我 我没事 怎么能没事呢 我担心你不是事 你担心我 我担心你身体垮了 齐总就没人照顾了 震嘴 你在干嘛 江江 你的第一张心愿卡 已使用 吃一碗和鹿岩做的泡面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那有什么 我还没算你第二张加蛋 给我 给我 你不是没有冤枉吗 要你过来 就这样待在小说里 也挺好的 还有啊 你别总吃泡面 你胃不好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工作 没记错的话 你昨天晚上也没睡 我不困 去睡觉 一定要这样吗 你是想听海贼王 还是奥特曼 或者花言宝宝 我不想听 那你想听什么 想听你的故事 我 想知道 你家在哪 小时候 玩什么 吃什么 经历过 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 我 我家 离这儿很远很远 在一个 有礁石的海边 连风都是湿润的 我小时候 就喜欢在沙滩上跳浪 听海洛里的声音 再后来 就喜欢写点东西 经历过最特别的事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遇见你了吧 又乱点 你皮肤的温落 想看情故事 你手给他戴上 雷斯顿家族的简直 原来他真的喜欢我 会发现 我身影在陪伙 该不该 给他回应 我 真的要留在小说里 请你回应我 给齐总的 他这两天胃病犯了 得好好养养 现在 也只有你能劝他 吃点东西了 绝品标杆盛药酒店 即将面临破产 拍卖 找到了吗 如你所料 我们被人算计了 这个旅温琪是个演员 身上的资料库的确显示 L就叫旅温琪 但是因为没有照片 我们无法确认样貌 我刚让IT部重新检查 发现他入住之前 有人黑进了我们的系统 查看了这个资料 所以您推测的没错 得到信息的人 找了一个同名同姓的演员 然后利用名字一样的证件 入住酒店 冒充L先生 齐总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谁在 这什么意思呀 齐总 这是对赌协议 霍氏集团撤则以后 圣耀如果无法在两周内 找到新的资方 就会进入破产拍卖阶段 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 在两周内 找到新的资方 救下圣耀 条件是 你们不许再为难合金 两周 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你做不到 如果我做不到 各位的所有损失 我将悉数赔偿 那还有什么办法 找到其他投资吗 圣耀过去积累了不少烂账 这次霍氏集团 又联合投资圈 一起封杀我们 再加上L带头 注资承诺无法兑现 你觉得 谁还会相信我们 那 又不让何经理 去跟霍先生 刀个线服个软吧 毕竟您是为了他 才跟股东们 签下对赌协议 我觉得何经理 为了您应该会 你现在告诉何鲁言这些 不过就是让他自走 然后情急之下 跑去霍亭军面前送死 你一个字都不准告诉他 可是圣耀是您 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 既然吕文琪都是假的 说明整件事 就是一个局 孟后注释 小时 你去查查那个吕文琪来之前 你进去 吕文琪来生药的那天 有一个给他点酒的女人 这个背影 我好像在布鲁斯的办公室 门口见过 是布鲁斯 召开发布会吧 大家好 我是圣耀酒店的创始人 麒麟 针对最近有关 圣耀酒店的传闻 我将在这里 做出正式的回应 过去 我总是追求极致完美 拒绝任何有下次的结果 但 最近在圣耀的这段时间里 我认识到了一群特别的朋友 包括酒店的客人 还有 我的员工 伙伴 他 他们让我发现 过程中的陪伴 与信任 才是最珍贵的 到现在我才明白 之前的自己是多么愚蠢 带着偏见 无意识的伤害 麒麟 等我 我会向布鲁斯停止这一切 从现在起 我会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 也是他们 教会了我 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面对自己的失误 让我有勇气在这儿 和大家宣布 今天 圣耀酒店 正式体验 侯伍言 冷静 现在上去和布鲁斯硬碰硬 根本救不了麒麟 对不起麒麟 现在 暂时还不能和你站在一起 那就让我为圣耀 做最后一件事 但这一次 是我一个人 沂尔 喜欢的 Mo việc 留意 圣耀 没 好 Ten 有 我 Y啊 王 продолж 把把 吗 你说 什么 Further 何鲁岩呢 不清楚 应该是太伤心躲起来了吧 你先回去休息吧 齐总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 但你没想到的是 我一直等着 胜要倒闭的这一天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以后别再见了 对不起 你读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何鲁岩 在发什么疯 这位 怎么称呼 珍妮你还没见过吧 吕文琪的事 多亏了他 何经理 久仰 我已经黑入了圣药的资料库 查询到传闻中L先生的中文名叫吕文琪 不过他们也没有照片 听着您说 你恨不演戏啊 还行吧 从小就热爱表演 所以 他给我的那张黑色名片 上面是我的电话和邮箱 所以麒麟那个大傻子 一直在跟你沟通 投资的事 对 暂时无法通通 喂 吕文琪这个局 做得太妙了 我以为 你这次过来 是为了跟我这个东家撇清关系 留在麒麟身边 怎么可能 之前 我一直演出一副被他迷倒的样子 不就是为了获取他的信任吗 这可是你教我的 他算是彻底尝到背叛的滋味了吧 以为自己有家族撑腰就了不起 事实证明 他还是个草包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那你也不用专门发一条短线去羞辱人家吧 那也是他自取羞辱啊 总之 是要终于道别了 我是不是可以正式回布上班了 当然 咱们酒店最新开设了多彩人生主题套房 只针对最顶尖的客人开放 其中有一些服务 只有何经理 你可以完成 我一定为布鲁鞠躬尽瘁 我为布鲁斯做了这么多 他果然还是把多彩人生交给了你 为了布鲁尽 既然如此 那就让麒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盛耀酒店正式宣布破产亭业 何路言的卧底任务完成 我怎么回来了 盛耀酒店正式宣布破产亭业 何路言的卧底任务完成 起初 我只是想写一个讨厌的浮夸角色 把他塑造成自大的笨蛋反派 给他失败的结局 您的账号已在其他设备中 没想到 我竟意外经历了小叔 开始了与他斗智动勇的生活 我原以为 他是不是只会臭脸的纸骗人 所以我想尽快搞垮生涯 回到现实 但我逐渐看到了 他的善良真诚 我就这样爱上了 我原本设定的反派 而我原本设定为 与秦威完全相反的男主布尔斯 却不知道为什么 变得阴险狡占 最遗憾的是 我竟然这么愚蠢 间接导致了生涯倒闭 正式停业 深深地伤害了几年 我好想再回到生涯 改变这一切 可是还有机会吗 喂 马主编 喂 何洛言 你也住南湖区对吧 嗯 全区停电一天这事 你看到通知了吧 明天你不用来公司了啊 先把书送到客户那里去 嗯 好 喂 喂 您好 有人吗 我是来送书的 酒店馆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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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嗯 哦 您好 我是好喜欢文化的编辑 是来送书的 后续如果需要订阅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辛苦了 谢谢啊 没事 您订阅的书到 放着吧 放着吧 一个月前 我创办的生涯酒店停业了 当时还有一本吐槽小说 用了我酒店的名字 把我写成了反派老板 生涯酒店这里的总裁有大病 这个作者还没回复吗 没有 他那年和生涯的名字写小说 我私信跟他商量过让他改名字 他也不回我 该不会是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吧 我和我的手药才不是你写的名字 这里是小说世界 巴黎排卖行的圣语香两座 被鲁家寻鱼五百斤 一吨重的黄水晶吊灯巴掌 你是真敢想 一堆烂症 我一定要改变这个小说的结局 振兴生药 何经理 我 不会干就给我走人 后来 我逐渐喜欢上了他 他 好像也喜欢上了我 但没想到 他背叛了我 他觉不是这种人 齐总 齐总 什么时候来的 物业 物业说今晚 好 何路也 等我 何路也 我也要吃 齐总 营养师嘱咐过了 您不能吃泡面 这可不是一般的泡面 这是何经理主的泡面 齐巴皮 小石 小鹿 我好想你们 来电了 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享受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享受 去帮他 去救他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享受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回到享受 真的回来了 得赶紧收集布鲁斯的罪证 这个灯化掉了 换掉 花瓶的位置 记得恢复 香芬的味道不对 花香调太柔和了 跟我们多彩人生的主题 不搭 换成 皮革掉的木质香 好的 还有 还有 先下去吧 你怎么来了 高薪招聘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来这干嘛 你来干嘛 我就来干嘛 我 我当然是在赚钱的 那我也是 客人就要来了 我先去准备了 布总 新来的客房部经理秋露 以前是麒麟身边的人 还是让他走吧 麒麟 现在谁还会在乎那个辱子 我担心 他会 如今的布鲁 所有人都争相投靠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好了 何经理 下午的客人 好好接待吧 这是我们多彩人生主题套房的第一个客人 卫兰 他怎么来了 不要让我失望啊 今天 怎么没看见珍妮呢 他休假了 真没想到 再见面竟然会是在这里 好久不见 魏总 麒麟为了你 敢跟全世界为敌 你倒好 老东家一倒台 就拍拍屁股投靠这么一个破酒店 魏总说笑了 布鲁酒店 是现在业内最好的酒店 好不好 我说了算 客人 你要是有任何 魏总这么讨厌布鲁酒店 为什么会来入住呢 该不会 就是为了敲你两句吧 不是他要来的 今天 多彩人生套房背后真正的进住 是未来同父一母的姐姐 魏林 什么被动 小心牵口 魏蓝的姐姐魏林 雇佣了一个手段低劣的渣男 假借工作约她见面 实则 设计让魏蓝在今晚未婚先运 背负丑闻 这样 她就能联合股东赶走魏蓝 霸占整个卫视集团的财成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然你以为布鲁斯的多彩人生 是干嘛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相信我吗 不相信你的话 我来布鲁干嘛 邱经理邱经理 多彩人生的方先生到了 知道了 来 干啥 原本啊 我是不打算和卫视集团合作的 但是魏小姐 颇有几分老魏总的风范 甚至 会比他更出色 房先生不就赞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有什么话喜欢直说 魏小姐 我很欣赏你 你不用觉得有压力 甚至我觉得 至少现在我们会成为 很好的合作伙伴 魏小姐 请 记住 今晚一定要阻止卫兰喝酒 魏小姐 合作愉快 客人 您的餐到了 慢慢上菜 消耗方先生的耐心 这些呢 都是我们不如酒店的招牌菜 第一道 雨后彩虹 第二道 叉翅南飞 第三道 子属于你 没有一道像样的菜吗 当然有 这是我们的王牌菜品 利用蔚蓝的弱点 制造混乱 行万里路 菜派多角度 拿走 拿走拿走 何经理 客人的衣服脏了 有备用的吗 当然有 客人 您跟我来 魏拉 不好意思先生 是对我们的菜品不满意吗 要不您先喝点 上个菜都不会上 实在不好意思 那具体是哪道菜不满意呢 放开 时间不多 听我说 你没事吧 外面那个方先生 是你姐姐魏灵的人 他们在你的酒里做了手甲 想让你今晚明节不保 然后趁机借题发挥 抢阻整个卫士集团 魏拉 魏拉 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先生要不这样 您喝点茶 小小请 我拼什么心 不想让老魏总的全部心血 公事上给他人的话 你知道该怎么办 魏拉 魏拉 你听说吧 魏拉 魏拉 你还好多 你先找找一下 和经理再处理了 我小姐马上就来了 你再稍等一下 最后给我处理好了 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菜品会为你打个折 这是什么破酒店 撕坏我的衣服 知道我的衣服有多贵吗 这就是布鲁酒店的服务 魏拉 合作的事改天再说 退房 立刻退房 魏拉 方先生 魏拉你等等我 魏拉 我把你的外套也弄坏了 您看一看 没坏吗 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耽误我多大一笔生意 魏拉 魏拉害怕多角动 你不知道 不走 您给我的资料里 没写 当初不是你说的 你最擅长观察和记录 每一位客人的生活习惯 即便是布鲁的资料还不够完善 你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经验 发现常人无法看见的细节 不然 我为什么会把多彩人生交给你呀 抱歉 这次是我的疏忽 下次 我只看结果 多彩人生的第一单生意 就这么被你搅慌了 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布总 去办离职手续吧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布总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入住酒店 连个迎兵仪式都没有 好意思说自己是行业新标杆 真没想到 我的手下败将会主动过来拜访 我就是过来看看这新的标杆酒店有什么特别 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干到圣妖吗 就是因为你这令人总的傲慢 布总 咱们说了这么多 连杯茶水都 差点忘了 何经理 何经理 布总叫您去泡茶 知道了 何经理 何经理看起来依然光心亮丽 恐怕早都忘了自己给齐总带来多大伤害了吧 好 小师哥 更没想到 连你一眼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小师哥 你听我说 是 小师哥 你专人 我对于你 红尖 医院 哎呀 哪儿 你 我对于你 什么 我对于你 我对于你 你愿意 我对于你 我对于你 你 我对于你 应该感激才是 良秦择木而起 圣药既然不行了 找棵其他的大树 也无可厚非的嘛 良秦 咬伤过主子的狗 还能当良秦领养回去 真是笑话 咬不咬人 要看主人怎么养了 等我重开圣药 不会再要这种缘故 重开圣药 我很乐意蒙了 我们布鲁酒店随你参观 按理说 我们的多彩人生主题套房 要提前三个月预订 今天晚上正好空出来 要不你就住下 明天呢 跟我们一起去参加 布鲁酒店的新闻发布会 让齐总 学习学习 雪之谋 布鲁斯让齐林住在这里 一定没那么简单 你来干什么 夜长服务 你不是说你需要机会吗 今晚的套房服务 就是最后的机会 多彩人生的含义 你明白的吧 明白 他刚才看我的眼神还有留恋 借此 我要彻底摧毁 我不需要任何服务 请你离开 都这个时候了 齐总还装什么清高啊 何小姐误会了 不是清高 是我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不鲁的一切 包括 齐总是想说 包括我吧 齐总不该记恨我的 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谁要能我今天 都是你咎由自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每当我使用那些 小儿科的溜须拍马 阳奉阴违 齐总都是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甚至还觉得 我被你迷住了 没想到 堂堂一个集团的老板 被我一个小小的经理 耍得团团转 你可真是狂妄自大 愚蠢至极啊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 不然呢 听说你还要重开圣耀 我劝你别做梦了 如果没有我的捣乱 你依旧开不下去的话 可就没有借口 何路言 怎么 不敢承认自己懦弱无能 恼羞成怒啊 是你和布鲁斯卑鄙无耻 比圣耀下了套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 圣耀会倒地 你会上当 你除了会投胎 还有哪一点 可以跟布鲁斯相当 何路言 你闭嘴 我就不闭嘴 我还没想到 你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不如酒店也是有保安的 你回不如酒店 其实是为了保住我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别太猖狂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还说不是为了帮我 你少自有事 你还嘴 你炸我 那要怎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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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